晚清三劫 曾国藩 左宗棠 彭玉玲全传 作者 徐哲深 第九八回 造力献殷勤水果四色 皇家多户卫火神一尊 中鲁公英剑徐辰二人 一同献出差异之色 跟着问他 那个造力在向前夫耳边 揪说何话 当下便笑答道 你们问他所说的什么说话吗 他说 大凡可恥妇女下衣的人物 除了丈夫之外 只有奸夫 你若不肯自恥下衣 要我动手 你就承认 我是你的奸夫 将来我得奸你一奸 以避这个晦气 陈时兴听了 就扑哧的一笑道 造力仗及妇女 本有晦气心临头之话 这个造力 他要前夫人自己耻去小衣 却是做造力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 我也听人讲过 中鲁公一边点头 一边又说道 我说这个造力所讲的这句说话 尚不这么奇怪 最奇怪的是事情是 凡是造力仗则贩妇的时候 还有祖传的四项秘诀 一样叫做包灵脚 包灵脚就是解去贩妇的裹脚 说是若不解 去裹脚 这个贩妇受胀之时 全身血脉凝滞 将来万难生育 一样叫做挖鼻齐 挖鼻齐就是将要行脏时候 用手先把贩妇的肛门大挖一钉 若是不挖这下 这个贩妇受胀之际 立时可以弃毕生死 一样叫做栽黄瓜 栽黄瓜 就是第一仗 打下去的时候 贩妇的臀肉 一定飞起空中 造力早已流星 即将此肉拿去 塞在贩妇的婴户之内 等得胀壁 贩妇臀上 必无片肉存留 再将塞在贩妇婴户中的那一块肉 取了出来 贴在臀上 以后方能长出新的肌肉 否则永远不能长出新肉 一样叫做搬柿子 搬柿子 就是贩妇受胀之时 前阴符在戒严时尚 五丈一换的时候 贩妇的阴肉 摩擦时尚 势必腐烂 形似腐烂柿子一般 必须五丈一庭的当口 用手从那贩妇胯下伸镜 前去移动贩妇小腹 使其略异地方 否则障位行完 贩妇已经死去 徐顺荣苦脸说道 此话我也曾经听人讲过 但没如此详细 经赵鲁翁方才所说 既有这种原因在内 倒也不好就怪那个造力凌辱贩妇 陈时青也接口问道 前夫人计划了许多铺唐之费 那个造力 难道一点没有容情的地方不成 中鲁公道 据说这四样秘诀 不问有无铺唐之费 照力都需用的 不然当场打死了犯人 宪官也有罪名的 据那个造力事后 对前夫人说 她的容情 一到十分 因为杖贩妇是胀在臀部上的 达贩妇是吃在大腿上的 若不容情 胀完之后 臀上看去 可以一点没有皮破血出之状 不过臀部外面 尽管没有皮破血出之状 贩妇内部的筋骨 可以统统腐烂 连那心肝五脏 也得大大受伤 此人必成残疾 达责不然 徐春荣道 这般说来 前夫人是不至于成残疾的了 中鲁公点点头道 我当时见他受账的当口 却也好乎甚惨 可没一点眼泪 事后 又据造力说 犯人无论怎样好乎 照力不会有眼泪露出来的 这个原因 连他们做造力的也不明白 我后来 又听了前夫人的心腹婢女对我说 前夫人于受账之后 不过两个月 臀肉已经长出 医生也没本领医治 还是造力藏有秘方 全是草药 所服造力的草药 每服是十五两银子 一共紧服了三四剂 居然就好 中鲁公说到这里 还带在说 互见徐公管的管家 呈上一封电报给他 说是这封电报 是他家里打发人送来的 中鲁公接到手中 赶忙一出一看 见是彭玉玲打给他的 上面写着是 四川成都县肃转中观察鲁公兄建 别后慎念 尊夫人丧悟 响依产事 悟悉见殿 立即东下 必请得军机处韩称 奉太后面遇 来遂正月皇上大婚 典礼不妨稍稍隆重 折派彭玉玲来京 就近统戴神姬营 照料大婚事务等语 主帝从早入京 免致遗物特指事件 查神基因之社 原为两宫护卫 本朝二百余年 避属敌之亲王统戴 其中仅有左温乡曾经养蒙特恩一次 帝何仁思 如何敢因如此重任 业以奏请收回成命 献上尉奉批回 若因故此不惑 帝则不能不先朝入京 揭卡一切 唯此间巡悦长江事务 极官重要 凶戏属首 无论如何 务必速来 待我主持一切奏稿为要 朗岁帝因伴侣孙女婚事入浙 夜重粮至军时 浙江全省银务处徐姓林方伯 曾经为帝一补 巨摇慈云 明年为水年 地之五行 逢水大吉 必有特别喜事 金果蒙此非常圣谱 姓林方伯之卦 寻可谓绝无仅有神乎奇迹者矣 凶如雾面时 可谓一现 何日启程 迅速殿逝 窃盼 彭玉林应鲁中宫 一直看碧电文 便把电报送与徐春荣去看 等得徐春荣看完 转递陈世青去看的时候 中鲁公呼嘲徐春荣拱手笑道 姓翁的文王挂 怎么这般灵念 我此刻 就要求姓翁带我一补 我想 不应彭公宝之照 不知可能办得到否 此时 陈世青已将电报看完 一面送还鲁公 一面揭嘴笑道 姓翁之卦 本来不肯轻易为人补的 我说彭公宝寄来相亲鲁翁 鲁翁如何可以不去 何必要劳姓翁补这一卦呢 中鲁公未及答话 徐春荣望了陈世青一眼 使对中鲁公说道 时青此言 我很赞成 非但不避不挂 而且有件大事 要托鲁翁前去面肯雪晴公宝一下 中鲁公听说 忙问什么大事 说得如此正重 徐春荣又朝陈世青低声说道 我托鲁翁去和雪晴公宝讲了说话 时青千万不可去对我们老实说之 陈世青连连点手道 你放心 我绝技不多嘴就是 徐春荣应见陈世青如此说法 忙对中鲁公说道 兄弟家有八十多岁的老母 下有两个孩子 大得不过几岁 所谓养世抚恤的事情 一样没有半途 我又自己曾经补过一挂 谣词上面 却有生于其而死于楚的一句说话 唐果应了那话 我做他乡之鬼 倒不在乎 如此一来 岂不及熬 我的老母 徐春荣说到这句 不禁转了悲音 同时落下泪来 中鲁公 陈世青两个 忙不迭地一同劝慰道 信翁唇孝天成 快快不可如此伤感 徐春荣试着泪道 鲁翁能够应允兄弟之托 兄弟全家一定感激 中鲁公极诚恳地答道 快请吩咐 绝不相复 徐春荣道 我们仲良老师 生平最佩服的是雪晴公宝 我想求他老人家 将我资调到他那里 然后让我回击隐居 中鲁公听说 不觉献出很愁愁的颜色出来道 兄弟平常时候 常听雪晴公宝说起 一遇机会 他想奏保姓翁去做江西巡抚 或是湖南巡抚的 又说 现在一般忠心名将 已经辽若诚心 兄弟猜他之意 未必就肯让姓翁就去高岛呢 徐春荣连连地双手乱摇道 大凡能够忠于君上的人物 一定能够笑他父母 我料雪晴公宝 只要鲁翁为我围曲陈晴 定蒙采纳 中鲁公听到这里 不禁异形于色地答道 既是如此 姓翁放心 兄弟本应家事纠缠 不顾重行出山 再做逢富 现在姓翁既要兄弟去和雪晴公宝一说此事 兄弟单位这个面上 也要再走一遭的了 徐春荣盟拱手向谢道 既蒙金诺 还求玉成 事不宜迟 愈早愈妙 陈时清也望着忠鲁公道 我听说 皇上大婚的日期 本来定在今年正月间的 不晓得为了何事 又改在明年正月二十六日 鲁翁既已了答应了姓翁 此刻已是九月底边了 雪晴公宝 至时总在十一月里 定得到今 鲁翁自然早到那儿 去与雪晴公宝接洽接洽为妙 忠鲁公正带接洽 忽悠想到一桩事情 一看左右无人 便低声地问着徐春荣道 我似乎听着姓翁 曾替雪晴公宝补过一挂 说他明年更营 有个关口难过 此话怎讲 徐春荣也轻轻地答道 我看那个挂上姚词 雪晴公宝乃是水命 生平欲水必胜 欲火必渴 明年虽在更营 恐怕难过 所以我急急地 催你从早动身 便是为此 忠鲁公听了一下道 如此说来 雪晴公宝珍的寿井如此不成 徐春荣点点头道 大树已定 四难挽回 忠鲁公听到这句 慌忙站起告辞道 这末 我就趁早回家 收拾收拾 立即动身 总要办到雪晴公宝 先把姓翁姿调离川才好 陈世青笑着道 你们二位这般说话 难道雪晴公宝真的 马上就有不幸不成 徐春荣道 照我替他所补之卦 似乎很难挽回大树 要么但愿此卦不准 或是雪晴公宝既得所致 人定也可胜天 忠鲁公不及多谈 匆匆告别 已到家中 病荡一切 即日起早冬夏 沿途既不耽搁 十月下焕 以抵太平俘城 彭玉玲一听忠鲁公到了 连忙奔出内堂 走到忠鲁公向来住的那间房内 发急事地说道 你来得正好 我已奏报进京 后天准定动身 沿途稍稍寻悦一下 十一月内 定得赶到经理 忠鲁公便将当时应问之话 将来应办之事 匆匆地和彭玉玲当面接洽一过 方将他在成都网页徐春荣 以及徐春荣托他转求彭玉玲姿调立川之事 真的委委屈屈告知彭玉玲听了 彭玉玲听闭 也就一口答应 但因启程在即 不及敢办 只好次年出京南下之时 再办 忠鲁公此时也见彭玉玲精神饱满 就是有只猛虎在前 也能一拳打死 徐春荣的文王挂 纵能十分灵验 照此情形看去 彭玉玲未必历时就有不祥 等得送走彭玉玲动身之后 即发一封电报入川 告知徐春荣 使他放心 徐春荣接到电报 又发疑电进京 一则去和彭玉玲 尖筒神机营 照料大婚之喜 二则自己又去叮嘱一番 免得彭玉玲忘记 彭玉玲到京之时 已是四丑年十二月初五 到他预定狱中 看过徐春荣的电报 也赴一电 说是次年出京 必定替他办理等雨 彭玉玲发电之后 忽然自己失笑起来 暗暗存道 姓玲真在发痴 他又不是阎罗天子 怎么说他一个鲜龙火虎的人物 竟致生于其而死于楚的乱语 他曾替我补过一挂 也受明年更营 似乎我有关口 我却不能十分相信 彭玉玲一个人暗存至此 可巧公亲王命人前去请他 即见公亲王之后 公亲王首先替他贺喜道 雪翁大喜 太后命你捅戴神机营 照料大婚之事 除了从前的左继高之外 这个特指龙恩 真正可喜可贺 彭玉玲苏然地答称道 太后命某肩统神机营事务 已经使某受宠若惊 还要命某照料大婚之事 叫某怎样办得下来 公亲王笑着摇手道 雪翁大财 何用客气 至于说到大婚的典礼 本朝开国至今 连这一次 的确不过三次 头一次是康熙佛爷大婚 他老人家 原是七岁登基的 第二次便是同志佛爷大婚 他老人家也和经上一样 都是从小登基的 除此三位以外 其余的皇上 都是没有登基时候娶亲的 本朝列祖列宗的惩罚 向来不立太子 皇子娶亲 所娶的无非一位福敬 福敬的典礼 自然不及皇后的排场了 这次大婚的典礼 诚如尊论 却很隆重的 公亲王说到此地 又朝彭玉玲笑上一笑道 好在将来照料大婚典礼的人物 不止雪翁一位 咱们已经知道 派出亲王四人 郡王八人 贝子贝勒一十六人 都是咱们满洲人呀 雪翁 国有稍稍不知道的地方 咱们可互相关照德拉 彭玉玲谢了公亲王之后 忙又问道 彭某此次匆匆进京 还未曾知道 欲被皇上选后的 就是那极家 公亲王见问 便又轻轻地答话道 咱们老佛爷的意思 她却看中贵祥的格格 叶和纳拉似的 无奈经上闲增她的相貌 不及现任江西巡抚德心的格格来的美丽 其次也不及至伯于 山氏的两个妹子 一个名叫锦姑 一个名叫真姑的漂亮 因此我们老佛爷 就命叶和那位是 何德心的格格 紧贞二姑 统统站到金上面前 由他老人家 自已去赏如意 那只德心这个老头子 真是功名心重 他竟悄悄地叮嘱他的格格 一等站到金上面前的时候 有意摔上一跤 这跤一摔 自然犯了失忆的处分 不但没有候选之望 连妃子的地位也不能够得了 彭玉玲听说 很诧异地问道 天下怎有不愿女儿做候之人 这位德忠诚 就是什么意思呢 公亲王笑道 照本朝的定力 凡是国账 仅能赏给三等成恩公的爵位而已 德心因为一个三等成恩公的俸禄 不及江西巡抚的收入百分之一 所以有意叫他格格失忆的 彭玉玲道 彭某知道 凡是选后的时候 本人应是将来的一位国母 自然不应失忆 若是妃子 似乎不要紧吧 公亲王道 雪翁所说圣何例子 但是咱们老佛爷 因恶德心的格格 太绝妖饶 倘若坐上金上的妃子 恐怕圣公因此不能保重 于是就在选后的第二天 以把德心的格格 特置配于锦善之子为妻 以死金上之心 彭玉玲道 现在可是桂祥的格格 应了候选的吗 公亲王点点头道 她是老佛爷的嫡亲内侄女 殷亲结亲 自然好些 老佛爷也房金上不甚愿意 因准金上选了智伯瑜的两个妹妹为妃 公亲王说到这里 又轻轻地说道 锦贞二妃 听说就是江西才子文亭氏的女学生了 彭玉玲听了大喜道 怎么锦贞二妃 就是到西孝莲的学生吗 道西现在何处 彭某很想见她一见 公亲王道 她就住在智伯瑜的家里 本朝的定律 凡是选定之非 除了父母弟兄之外 其余统统得回避 只有授业师父 可以不用回避 这也是咱们列祖列宗 众使人师的致意 彭玉玲听到这里 忙又敷衍一番 出了功底 即到智瑞的家里 去拜文亭氏笑脸 原来这位文工 自从出了政府幕府 即到北京会事 无奈她的文章 虽然名满天下 可是时运未至 联会两次 均为额满见仪 她又回到广东一次 附幼入京 智瑞因慕她的财名 将她请到家中 试管授餐 备及尊敬 景真二妃 未应选时 也常见面 即至继选之后 文工乃是外省举子 照例须得回避 只因智瑞不愿一刻离开文工 想出一个法子 当即奏明太后 说是文工是景真二妃的授业师傅 所以不必回避 至今犹豫智瑞家中 当时文庭市接到彭玉玲拜会名片 马上请见 彼此互相谈过仰慕之话 文庭市又将智瑞 介绍与彭玉玲相见 彭玉玲因为智瑞却是一位满洲才子 倒也相见恨晚 这天一直谈到深夜 彭玉玲忽然想到 他在内城 正待告别 智瑞和文庭市一同效祖道 此刻城门已关 公宝只好在座一时 倒赶城出去的了 彭玉玲无法 只得再与智瑞 文庭市二人 谈些文学之事 智瑞忽在口上面出一首七律道 无地看山素多心 导我名胜穷幽威 赏心全食尽一美 文庚贵景相依稀 师菜是照无旧毁 非与须才宁顿肥 缅怀轻分起恭敬 梁游西别还沾衣 彭玉玲不带智瑞念完 抢着大赞道 好事好事 若是智珠 山谷集中 谁人分得出来 智瑞把嘴直指文庭市 笑答道 这是我们道西兄的二灵子云英女史做的 彭玉玲更试惊道 怎么 如此说来 天上才只一旦 文是一门 却占八斗矣 文庭市盲谦讯道 此事今年八月十八那天 我与两家子同游横龙洞时 偶游所作 两家子和我圆运的 彭玉玲道 快把尊座念给我听 文庭市便念出道 既你能说临下运 往往绰晨灯脆微 秋深既语成郭靖 四辟 无僧中庆兮 幽延香高贵空老 放生权倾于自肥 徘徊父祖旧游地 日暮风 仅可添衣 彭玉玲又大赞道 此事却有仙气 可惜 没有一朵红云 捧他上天 智瑞 即把他手向着东方一指道 那儿不是一片红光吗 文庭市道 怎么今上晚上 这般短法 难道已经天亮 太阳出来了吗 文庭市的一个么字 尚未离口 陡见一般 管家奔入报告说 不好了 正阳门走水 听说不到一刻 统统已经化为灰烬 彭玉玲急向窗外一望 游见半空之中 黑烟如枝 很是可怕 便即告辞出城 不及安睡 第二天大早 前去静夜七王爷 以及各位军机大臣的时候 路过帝安门 使之不是正阳门失火 乃是太和门失火 不离一下 暗中自存道 太和门急在宫境 既已化为灰烬 明年正月二十六的那天 皇上大婚 如何赶造得及 等他回转狱中 只见智瑞 文庭市二人 已在候他好久 彭玉玲忙问二人道 你们二位 可曾晓得 昨天晚上烧的不是正阳门啊 二人点头道 我们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彭玉玲道 这莫明年正月大婚 怎么赶造得及 二人一同答出一句说话 更把彭玉玲奇怪不知 正是 京城银雀细为贵 鬼辅神功 史是豪 不知二人究说何话 且跃下文